你们好 今天我介绍大家煮糖心鸡蛋 糖心鸡蛋很简单 如果你懂得用电饭煮煮饭 你就会煮糖心鸡蛋 为什么呢 稍后我会告诉你如何做 现在我先说一下鸡蛋的好处 鸡蛋营养价值高 又便宜 即是正所谓廉仪食品 鸡蛋可以保眼 又是防脑花 如果和杞子一起吃 就相低液章 鸡蛋平均来说 你一个成年人每天可以吃一只 那就不用怕 不如这样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就是电饭煮一个 碟 以及你所需要的鸡蛋 以及蒸架 那个蒸架 大概两寸左右 两寸左右 我通常煮饭 我就用500克的米 那些泰国香米 洗完米之后 等饭备到 那些鸡蛋 然后等到鸡蛋一起蒸 一起煮 那如果我用500克的时候 蒸架就正好 那些饭备到蒸架 所以不会高 那些蒸架 那电饭煮跳制的时候 那些鸡蛋 就要立即拿出鸡蛋 那鸡蛋出来 之后 你就放冰水 充完冰水容易摸壳的时候 你就可以切出来 切出来 效果就变成这样 糖心鸡蛋就出来了 那通常呢 我们这里就不用用冰水 因为我们这里的气氛 就很低下的 现在四五度 零下四五度 那么就打开窗口 放着鸡蛋 那就可以 五分钟之后 就拿出来 那就可以 就可以吃得了 那通常呢 我煮面食 煮面食 我都有 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那些意大利粉 那煮完之后呢 我倒少少油 在那些粉里搅拌一下 接着呢 就拿出去外面 室外 那就 因为冷酥如胀的关系 那些粉呢 就会比较爽脆 好吃些 那当然啦 你一路要搅拌一下 因为 你不同 在室内那里用水冲 用水冲 全部都冲完 全部面都冲完 那你在外面搅拌一下 就是等于 冷的空气 都容易进入粉里面 对吧 那我也都试过 用鸡翼 鸡翼 用水煮熟 然后 等到外面 因为冷酥如胀 那些鸡皮 会比较爽脆口 也很好吃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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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一下呢 电饭煮熟 那 电饭煮熟 本身有一个增加提供给你的 像这个图 那样 那 它用这个图 蒸 我也试过做鸡蛋 又是弹制的时候 弹制的时候 弹制的时候 差不多 99.5%熟了 那些 都是有少少 漏油的中间 不过很少 那 如果你们认为 这个方法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便试一下这个方法 或者我提议 如果你 煮饭 比如你是需要20分钟的 那 那你就算时间 你在18分钟左右 未能跳制之前 那2分钟 如果你用这个蒸架来 蒸鸡蛋 整个鸡蛋 糖心鸡蛋 你就提早2分钟 拿出来 或者1分钟至2分钟 你自己试一下 那这个效果也是一样的 不过 就 可能 有时候 你忘记了 变成漏了的时候 那便做不到 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 就用 这个 蒸架的方法 就 快一些 因为你弹制 就立刻拿出来了 那 那我现在看到了 这支糖心鸡蛋 多漂亮 那 好了 那 希望你们试一下做 因为 真的很好吃 所以 介绍给大家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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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